大家试一下如何做环状薄皮 这就是很小的枝叉 我准备在节顶上面 给它做环状薄皮 这个很小 这个筷子粗细 先把枝杆 连周边这样切一刀 然后上面枝叉大概一倍半的地方 再切一刀 这个枝条很嫩的 然后再树下来切一刀 然后应该就可以把这皮掀起来了 繁殖这个 这个五花果树是百分百分成功 我现在不用手来剥 因为不怕这个枝叶弄得我手上 从我对手的刀来 现在这个 这个皮掉下来了 算是掉下来了 我应该拿个镊子 拿个镊子 因为有些时候用镊子捏一下 拿手捏 你看 就是这样一圈皮切下来 切下以后呢 这个虽然很嫩的 但是我还是想给它加一点生根粉 这样可能更快一点 这个是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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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草 用的水 然后就不滴下来 捏下来 滴下来 没有水 这样滴下来 没有水 就可以了 不要水太多 然后把它 然后把它 把这个 跟这个地方给它裹住 因为这个枝叶很小 所以我就 没有把它 做得非常的多 这个水草用得也得多 而且这是刚刚用我的 是从另外一个树上摘下来 然后用塑料的捆扎条把它两头都捆紧 因为这样的话呢 我在入秋的时候 因为这个小织条肯定是要剪掉的 这样剪掉的话 我就不会损失了一个织条 而是获得了一棵小树 小的五花果树 这样的话呢 这个树也很小 所以呢 剪的枝条也不能给 也不能够重新浅查 我这样的话呢 就比较 可以 多获得一棵树 而且我这个黑杰克 我现在只有一棵 所以也是 也是我的 唯一的一棵树 那么 这个就算弄好了 放好了 本来拿这个麻绳在中间捆一下 可以看看 可以看看好像没什么 所以呢 但是最后还有一步 就是说给它滚 这就是我做好了的 这棵 黑杰克 你看这个正好是 这是一条主干 然后这边伸出了一个小测枝 测枝我是不想要留的 最后是要剪掉的 所以我现在把它做了一个高压 繁殖 这样的话 我既 这个梅花的这个树 我又多了一棵 多了一棵小苗 这样的话 做一个备用吧 万一这个大树 这个冬天的时候挺不过 死掉 我还有一个小树 完成了 这个就是整个的过程 我中间打开了很多次 就是要看根怎么办 现在看看 根已经不少了 一个多月了 我准备把它切下来 这边 转一圈 这边 相当的大 而且很多这个白的细根 是最近刚出来的毛细根 这个根出的在这个枝上 是不是很旺盛 但是这现在一剪下来 就马上就是一棵橙树了 好嘞 下来就是一棵树了 就是这样 哎呀好准备